好了,我們現在就說 1617年的Session B第五題 好,這題又是分個program給我們一個output 問個missing地方是甚麼來 好,你會見到我們今次會有四個variable A,V,A,L,I,J,沒甚麼意思 V的意思是我讀取用家的輸入 好了,讀取完之後 例如一個number 例如說,我是一到幾 然後forJ一到幾 然後begin就V,A,L 這個就巧妙了 J畫K不是J除K 就是說J和K的答案都是這裏 然後就拼回V,A,L 然後就說如果J不等於A就會出 L,L就拼回 這個即是假格,這個即是假行 好了,看看 當然 當然,我們就當用家輸入A,A是4 寫完Variable I,J,V,A,L,跟著之後A A是4的時候 For I to 4,I是1 最多是4 J,1 to A,J都是1去到4 好了,然後VAL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接著就Y line,VAL 即是很明顯你會看到第一個 我希望這個Case的VAL是1 好了 假設做完,我們 J 等於A,J不等於A,不是格格 J不等於A,就格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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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,這個做到了 好,然後翻轉 J,I都是1,J是2 在這個Case來說,又是不知道什麼 我想顯示,是顯示2 好了,如此類推 我想顯示3 當 J是4的時候,Maximum 4 我想顯示4 好了 你可以看到,表面上 D6好像是 你會看到我覺得就是什麼 當然那不是這麼簡單 怎樣看 dy 因爲 J 等於 A 所以我就不是走 White 隔一個 Spacing 是 White Line White Line 即是 Enter Enter 一下 所以你見到就會落了一項 好了 這個 case 來講 J 的 loop 走完 I 加 1 變了 2 J 由頭再來過 好了 由頭再來過 今次這個 case 就是 VAR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就想最後顯示 5 的 那你見到最初很簡單 這個 VAR 變了 J 便可以 那又不行 好了 如此類推 我們就在這些規律上 找到 Formular 出來 好了 第三個圈 就是 9 3 的 2 就是 10 3 的 3 就是 11 3 的 4 就是 12 好了 到這裏 我們開始就要想一下 咦 究竟有什麼規律 當然還有一個圈 但那個圈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我們要想一下什麼規律 有個巧妙地方 你見到 當如果 I 跳了一格的時候 我這個數 我這個數 就會多了 4 而 I 是 1 的時候 最簡單 想一下 I 是 1 的時候 我只看 J 這個數 即是 I 是 1 我就會抵消它 那我就試了 I 等於 I 減 1 加 J 好了 當然啦 我這樣做法的時候 頭四個沒問題 然後呢 如果 I 是 2 呢 2 減 1 只有 1 1加 1 等於 2 咦 不對啊 你見到我設了這條式 即是符合了這個位置 但是不符合這裏 那就想一下 當這個case來講 2 減 1 加 1 我這裏是 4 但我不夠 4 那怎麼辦呢 1 乘 什麼 等於 4 1 乘 4 只有 4 好了 看看是不是 當我去下一個 好像對 那我們放在這裏 I 減 1 乘 4 加 1 可以嗎 3 減 1 乘 2 2 乘 4 3 減 1 乘 2 2 乘 4 8 加 1 等於 9 3 減 1 乘 2 2 乘 4 8 加 2 等於 10 那你就會發覺 I 減 VAL 應該等於 I 減 1 乘 4 加 J 這個絕對沒有任何不義之門的 是做得多 找得多 你見到我第一個就是想一下 咦 這個如何組成出來呢 I 和 J 如何組成出來呢 慢慢用多幾個example去做 所以你見到為何我在 4 停止了呢 因為我 1 2 2 我自己大概知道會找到一個 solution 3 去 prove 它對不對 所以 4 就變得多餘了 那我們就不用浪費這些時間 這個就是 J 拍 好了 去到 K 拍了 你會見到 K 拍就基本上 咦 就不同了 怎樣不同了呢 你會見到 1 2 3 4 5 這個跟剛才上面沒有什麼分別的 咦 下面變了 2 3 4 5 1 跟著再變了 3 4 5 1 2 4 5 1 2 3 5 1 2 3 4 你可以想一下咦 咦 有什麼的 pattern 在這裡呢 第一件事 你會見到這一堆數裡面 沒有一個數 是大於 6的 它模型中好像被一些東西斑死了 而那個數呢 被斑死了的應該就是 5 即5點內的 好了 那我們就想了 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去解決呢 即是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去到做到呢 好了 當然啦 我們又想回 咦 剛才是怎樣做啊 這樣吧 好了 那我先看一看這裡 這裡見到咦 咦 剛才我們弄這個 pattern 出來 好了 那我們做回同一樣東西 I J 1 1 我們想要它做1 1 2 2 1 3 3 1 4 4 這個沒什麼分別的 1 5 5 那當然啦 我跳了 step 其實我是在找這個 program 我現在在找VAL VAL是什麼呢 好了 2 1是2 2 2 是3 2 3是4 2 4是5 2 5是1 那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這一刻呢 知道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斑死了比5斑死了 而是沒有零的 那 在經驗告訴我呢 等於摘死仔一樣 我Random抽個 number出來 為何永遠都是 Random可能是0至1萬 為何我永遠都是1至6 我們有一些方法 而這個方法呢 正正可以運用到這裡 所以其實這裡可以 譬如說 遲些你寫遊戲的時候 畫死仔啊 等等那些 其實都是一樣的用途來的 好了 那究竟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一個 我們叫做MOD MOD MOD MOD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舉個例子 10 MOD 2 沒有10MOD 3 那它就會將 10除3 33該9 剩1 那我就會出1出來 那你可以發覺 當我MOD這個數 我只有幾個情況出現 9除3 33該9 0 0 1 2 會有這三 當我用MOD這個 會有這三個情況出現 但是留意一下 Pattern 1 2 3 4 5 全部沒有0 那就是說呢 我用完MOD之後呢 理論上就要加1 那我MOD多少啊 剛才說了 如果MOD 3 就是0 1 2 但如果我將它加1 就變成1 2 3 那所以如果我想是它有5 1 2 3 4 5 我就應該MOD 5 好了 好了 到了這裏 開始 出了一些規律出來 但問題就是 究竟我什麼MOD 5啊 你可以 反過來想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裏 我們這裏呢 就加了1 那即是說呢 這裏本身呢 就應該是一個1 來的 一個1 來的 好了 這裏加了1 這裏應該是2 來的 這裏加了3 來的 4來的 這裏加了1 這是0 來的 好了 你幻想一下 即是說呢 這裏 我們應該 這個A 這個A呢 MOD 5之後呢 應該就等於 1 那即是 什麼意思呢 那即是說呢 這個應該A 應該是 6 的倍數 或者6 而這一個 應該就是7 這個應該是8 這個應該是9 這個應該是10 好了 其實這裏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看到的了 那即是說 咦 6 7 8 9 10 那有什麼關係呢 跟這個 那我們就要想 I和J 如何組合 會等於6呢 對了 那跟著之後 這個和這個 又如何組合 這個等於這個呢 那當然啦 我們再想一下 咦不是喔 我可能是 這個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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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是 等於1 2 3 4 0都可以的咦 那我們就要推敲 當然我們先召起來 3這個先 3這個就比較3 1的時候 我們出3 3 2 出4 3 3出5 3 4 出1 3 5出2 好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數是2 來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 這個是3 4 0 1 這樣的 好了 那我們就要慢慢找一些Pattern出來 就是要拼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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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� 這個應該是A5是1,應該是1或者6 好了,這個A5等於2,即是2或者7 好了 當然了 你會發覺其實 可以簡化一點,未必是6,我用1 因為大家都是5,3,4,5 這裏 這裏應該是2,3,4,5 1 好了 我們就想一下,怎樣量度這個出來,這個加 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細心一點看,就會發覺 這個加這兩個整合就等於1 這兩個整合就等於2 這兩個整合就等於3 你會發覺 咦 當我是這個Case來講 這個Case來講 i-2加j 就等於這裏 我們再驗證一下 這裏是不是 3-2加j 等於2 3-2加2 等於3 你就會發覺 哦,原來調色 就是 i-2加j mode 5加1 所以記住大家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怎樣想到這個 這個當然是我們寫Program經常會用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如果我出來出去 都是那些數 我們就會用mode這個做法 但正常mode 譬如我mode 我mode4 只會出0 1 2 3 但是這一刻 我是想要有1234 所以我就知道要加1 所以就為甚麼mode5加1 就這樣想出來 然後 我把它列出來 發覺我要23451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 我們要找到加1 那其實呢 我這堆數 其實就是12340 我們就慢慢推敲出來 當然這個是沒有特別 有甚麼方法 很快的方法 純粹是好像邏輯推理一樣 推敲出來 這題就是第五題